大家好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重點是 歡迎用的Nobel Class Nobel Class這個東西 已經有150年以上的歷史了 但隨著我們實在的演變科技的進步 它在我們測量這一區塊上面 也給我們漸漸造成了許多麻煩 首先我們來講它幾個麻煩點 我們現在大部分很多東西都是使用CNC來知道 好比如說CNC車床 我們要測量的時候 我們身體是必須進入到機台裡面 但是我們進入到機台裡面 它其實我們不容易去看到它的尺寸 而且我們要擔心我們的頭會去撞到後面的倒塌 我們遇到這種深度潮的時候 我們在測量一下 我們是看不到有沒有它尺寸 因為它完全被它的第一個大直徑可以完全擋住了 再來就是說我們外側爪它長度其實只有40mm 所以我們最大的直徑只能測量到80mm 再大就沒辦法測量了 它的內側爪長度只有16mm 所以當我們遇到多重階級孔的時候 我們想要測當第一個階級孔它深度就已經超越16mm 我們想要測量到第二深度階級孔 跟第三深度階級孔的直徑的時候 我們是測量不到的 接下來就是說我們一般市面上的游標卡紙 它都是以15公分為單位 一支精密的15公分長度的游標卡紙 在市面上售價就2000多塊起跳了 那我們測量到更長的尺寸 我們必須要買更大支的游標卡紙 一般市面上能買到的最大支游標卡紙 是60公分的游標卡紙 經過我們在市面上的調查 以及詢問過許多老師跟廠商之後 我們得到一個消息就是 市面上60公分的游標卡紙 它售價就是已經6000多塊起跳 那針對它的這一些問題 我們給它做了四大改革 我們給它做了幾個改革 其中我們有一個四大特點 第一大特點 就是我們可以延長我們的側爪跟我們的主感 我們主感延長的部分 我們主感配合 它是一個槽的設計 我們槽是雙邊都可以裝進去的 可以不侷限於只有單邊 在裝進裝配完之後 我們再以FICE的定位效 來把它打進它的一個FICE的洞裡面 讓它做更精確的定位 第二個特點 就是說我們有四面觀看的功能 當我們遇到深度潮時 我們游標卡紙 測量我們看不到它的尺寸 那我們有這個四面的功能的話 我們就可以從它上面或是下面來去觀看它的尺寸 第三大特點 就是我們增加的旋轉角度的功能 一般來說 現在工業上 它有越來越多弓箭 它是有不同段面的 那我們怎麼測量不同 它有旋轉角度的功能 有90度、180度、270度 那它增加這些旋轉角度的功能 就可以測量到不同的段面 所以這個動作 我要卡紙的那位同學來示範給你們 來歸零的動作 它現在調的那顆是富士螺旋 我們的尺 我們一般的尺寸 它只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尺跟本尺 那我們的萬一流段卡紙 它有三個部分 它的第三個部分就是 我們尺去做分離的 我們尺 尺把它分成兩個部分 它的 對面它是有一個軌道的 可以讓它富士螺旋 經過微調之後 雙邊重動 達到一個微調的功能 它可以跟分離卡一樣 把它做個歸零的動作 那我們不管延長 延長到多長 都可以做一個精準的測量 網路上的一些調查的專利 我們從專利當中 我們可以找到 我們有關尺寓標卡紙 有關尺寓標卡紙的專利 有總共有700多件以上 但是有關於我們的市面 還有關於我們的歸零為調 那些四大特點 它其實是沒有出現過任何樣的 所以說我們的作品 它是非常具有創新性的 而且它也有很大的實用功能 那我們它還有許多優點 我們老師在教學上 可以教我們學生怎麼測量 可以什麼樣去使用流標卡紙 而且在使用方面上 老師只要量好一個尺寸 學生不需要在老師的背面 才能看到尺寸 學生也可以直接在老師前面 就直接看到後面的尺寸了 這就是我們 有關卡紙的介紹 謝謝大家